出战奥运的韩国运动员过去在举行代表团成立仪式时总是热闹非凡 但今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出征仪式却因疫情而显得十分安静 参加29项比赛的354名韩国太极战士纷纷暗自做好了出战东京奥运会的心理准备 对于运动员们来说 在准备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过程中 较以往任何一次奥运会都承受了更大的身心压力和困难 运动员们表示 她们的目标并非奖牌的颜色 而是为人们带来希望 担任大韩民国运动员代表团起手的排球女王金阮景承诺 将为因新冠疫情而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疲惫的人们带来力量 韩国女排国家代表金阮景说 人们关心女排运动并积极为女排加油 将以此作为力量 竭尽全力打出更好的成绩 战胜血癌并首次挑战奥运的韩国跆拳道运动员印教敦表示 将努力争取在此次奥运会中再创奇迹 印教敦说 接下来的时间将继续努力做好准备 争取为国民献上精彩的踢腿动作 其他运动员也纷纷表示 将争取在东京创造更多好成绩 为因疫情而深感疲惫的国民带来希望和安慰 大韩民国运动员代表团预定19日前往东京参加奥运会